明星期一至五晚上六點焦點短打 我是今日的節目主持呂昌能 沒有燒煙但破壞力極強的中美網戰竟已開打? 國家計算機病毒應急處理中心及360公司宣布 成功破解去年對中國西北工業大學發動網絡攻擊的網絡軟件 並且鎖定網絡攻擊案背後美國國家安全局工作人員的真實身份 而美國國防部近日高調發表2023年網絡戰略非保密版本摘要 將中國定性為網絡空間投號威脅是戰略性對手 又說美國網絡司令部將負責部署網軍 在美國受到網絡攻擊前先瓦解對手 以應對中國在網絡空間的挑戰 美國早已被全球視為最大網絡黑客國家 但在過去十幾二十年 美國就不斷刷喊觸刷 蒙滅競爭對手國家對美國進行網絡盜竊和黑客攻擊 美國國防部今次已是歷離第四師制定網絡戰略 有關的戰略保密版本已在今年5月送交美國國會審議 而對上一次推出的版本是在2018年 美國國防部負責網絡安全政策的官員講述網絡戰略摘要時 已將中國確定為美國國防部在網絡領域的步調挑戰 即是逆暴逆趨在競爭過程中 對手怎樣做自己就跟著怎樣做 這名國防部官員又說美國和他的盟友將會繼續採取先發制人的所謂前置防禦措施 即是美方網絡受到攻擊之前先行將對手瓦解 而最新版本的網絡戰略強調與美國和全球盟友合作加強網絡能力 提高應對網絡攻擊的抵抗力 這一點講穿了就是拉幫結派 期望藉助盟友聯手圍攻的方式對中國進行網戰 亦都反映了美國根本沒有信心單獨向中國挑戰 美國國防部又說 中國構成了廣泛而普遍的網絡間諜威脅 經常對美國及其盟友和合作夥伴進行惡意網絡活動 又指控中國竊取技術機密 破壞美國的國防工業基礎部門 試圖削弱美國的軍事優勢 又說中國還對居住在境外的個人進行網絡入侵和監視 包括美國公民 將他們視為是國家的敵人 為了進一步渲染中國威脅 戰略摘要還說中國的惡意網絡活動 為中國的戰備提供了信息 如果發生衝突 中國可能打算對美國國土發動破壞性的網絡攻擊 以阻礙軍事動員製造混亂 轉移注意力和資源 還可能試圖破壞美軍在戰鬥中的關鍵網絡 美國跨跨其談 中國對美國和他的盟友的網絡威脅如何強大和神秘 但就從來沒有提出具體的證據 但美國對中國發動的鬼鼠網絡攻擊 就人證物證驅在 中國西北工業大學去年四月曾經遭到網絡攻擊 校方當時曾經發表聲明 指出有來自境外的黑客組織和不法分子 向學校私信發送含有木馬程序的釣魚郵件 企圖竊取相關私信的郵件數據和個人資料 國家計算機病毒應急處理中心和360公司經過深入追查 並對一款名為二次約會的間諜軟件進行技術破解分析 發現這款軟件是美國國家安全局開發的網絡間諜武器 並成功鎖定網絡攻擊案背後涉及美國國安局工作人員的真實身份 技術分析報告指出 這款二次約會間諜軟件 可以實現網絡流量攝聽、劫持、中間人攻擊、插入惡意代碼等的破壞功能 它與其他惡意軟件配合可以完成複雜的網絡間諜活動 從而實現對目標網絡中的主機和用戶長期洩密 同時可以作為下一階段攻擊的前進基地 而且隨時向目標網絡中投送更多網絡攻擊武器 美國擁有先進的電腦和互聯網技術 從來只顧將這種優勢用於追逐無止境的霸權地位 和對別國的掠奪 就不會將它用在人類的福祉開發和研究方面 中國農村民眾現在已經可以利用手機5G技術 使用在生活上各方各面 但美國現在仍然有大量農民的手機 仍然未能用上4G的訊息傳播 美國政府正正就是政治利益行先 人民福祉放在一邊的典範 今日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留言、讚好、訂閱以及分享給朋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點 繼續和大家焦點短打 我們下星期見,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ен extensively 李宗盛 Jeremy ,好